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新的嘉賓轉了是要財證券研究部副經理直耀輝先生 Stanley 你好 有問題想問Stanley的話,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是204-6566 電話號碼是ASK-BSTRONG.COM 恆新指數跌多了,跌201點,做20815點 國企指數跌151點,10898點 成家暫時只有265億 看看個別股份,表現比較好一點的就是973 歐蘇丹,現在升了2% 接近是205毫升4毫支 可以說是上星期五一支大洋燭升了上來 今天再升 其實我自己又問一下 其實現在法國有大選,歐洲方面有些暫無危機 充斥著這麼多不明朗因素 其實如果歐元的情況會是怎樣 歐蘇丹主要是在歐洲做生產基地 用的錢都是用歐元的 但它又消去我們的祖國,又消去日本 其實可否說賺了回率的差價呢 基本上你說法國現在就叫做大選當中 剛剛就知道的結果 就是初步的首輪選舉 基本上就有兩大就叫做熱門 就是叫做下一輪的競選當中 結果就是5月6號才知道 但只不過兩者哪一個上台都好 我覺得短期裏面對歐元的影響其實就真的不大 特別就是說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歐元大家比較關注的地方 都可能在西班牙方面的債務情況身上 所以你說看歐元的走勢的話 似乎都要看個別地區的一些債務情況的發展 還有就是說看回路續續之後 其實很多地方都會公佈他們的PMI數據 所以都要留意這些數據 可能會對歐元的走勢上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當然你看回歐書丹本身 亦都是它的貨幣 它計算的貨幣是以歐元為主 所以你說如果歐元是下跌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 變成它的收入來源在中國 在日本方面的話 變相會有一個叫匯助的策略 所以變成你說 如果在這段時間 你說一旦譬如日本方面 中國方面的表現是理想的話 變相除了這日做生意多了之外 會對歐元也是會多了 也要看歐書丹本身 之前的公司公佈了一些贏民的數據 其實都是比較理想的 特別是中國方面的銅店銷售 基本上的表現是相當不錯的表現 所以大家對它的前景相對比較樂觀 以至到它的股價方面都是 而且歐書丹本身的股價 其實近日來算 都可以說是折折創一些高位 特別是一列現價來算 嚴格上 都可以說是之前 一年內左右的一個 接近一年內左右的高位的水平 如果回到一年圖的話 都看到這位 同一年的高位22.3% 其實都差了一成左右的水平 所以回到之後的時間 你說也是承住近日一個 五一黃金周的一個形勢之下 你說股價有沒有機會再試一些高位 我覺得都是機會比較大的 甚至乎 短期裏面有機會 可能會挑戰21個半島這上面的位置 所以如果有貨的話 都建議可以不妨拿著先 沒有貨的話都可以考慮 如果有機會下去 它是19個半島附近的位置 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 不如跟你談一下 其實法國方面 問一下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今次的大選 下個月6日會有第二輪的選舉 到時就應該有分島勝負 問一下你的意見 你希望哪一個當選多一點 其實你說五月六號的日子 比較有趣 因為怎樣這樣說 其實你看看歐洲地區 很多的國家 例如希臘方面 其實五月六號 都是進行一些國會的選舉 同一時間 其實看好像意大利方面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意大利方面 其實都有些地方選舉 是在那裡做的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那一天都可以說 很重要的一天 沒錯 當然你看現在暫時 叫我兩個 叫我奧朗德和細芬 是本身 兩個陣營 其實對於經濟 對於經濟的政策上 其實有一些比較大的分別 在細芬是本身 其實你說它有沒有什麼政績 其實嚴格上 在歐洲地區之下 其實它都有一個叫做 比較積極 你見它都是做得比較積極之下 歐洲地區本身 你問它有沒有叫做功勞 它有的 但問題是說 你看回法國 自從它的管治之後 的而且經濟是做得比較強差人意的 回到它之前 回到幾年前 上來的那段時間 都希望令法國轉強 這個真的做不到 當然你說 中間也有歐債危機 變成非戰之罪 都兩體 但始終 這五年來算 它做得嚴格上 都真的做得不太好 我想它更加合格 而至於奧朗德本身 其實它是有些 叫做左傾 即是說 它主要是 社會福利為主 所以你見它在政策上 其實都是一個 它又不主張 是叫做折留 即是你見 製作者本身 它們都希望做緊縮的政策 但奧朗德本身不是 它是希望反而做多些民生福利為主 所以變相 當然它也是比較仇富 它又是希望 如果解釋上台的話 它的政策上 都是向一些富裕的人 徵收的稅都是比較重 所以你看到 其實兩個政策 都是背道而馳 但只不過你對歐洲本身 其實大家都見到 就很明顯的了 大家都希望有一個 尤其是德國為例 你見到 其實它本身都會支持 細科齊 因為大家那個 你念它一致 大家都希望 以一個削尺的形式 去治療 跟治歐宅基 根本的情況 所以變相 如果以其他國家本身 就一定是以希望細科齊連任 但當地市民來計 都一定是以民生為優先 所以變相 奧隆德的機會 可能是比較高 但是 當然 政治上 跟經濟上 都是兩個情況 所以誰贏誰輸 都還要再觀察 但是如果 對局勢來看 似乎 如果你說 細科齊連任 我想變相 對歐洲危機 其實是一件好事 聽你這樣說 你就希望薩爾科齊當選多些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好 我們彈車看看 下個星期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之後 就是5月6日 下個星期日 選舉的結果是怎樣 其實剛剛提過歐元的走勢 其實你又怎樣看歐元近期 短期的走勢是怎樣 基本上 你見到它都是比較反覆的 特別是說 其實你都見到它幾受 一些消息面的影響 大家當然現在的焦點 都可以集中在個別的地方 拍債的反應身上 因為你見到其實 很簡單 在上星期為例 你見到 在法治的結果 比較烈想之下 你見到歐元 會界有一個比較強盈的反彈 第一轉 其實你見到 一旦濕的 是比較強差人意的話 歐元也是有掉頭 急地的情況 所以短期內 我都覺得歐元 那邊都可能比較反覆的量 但是 似乎是實際一些 消息面方面的影響 但是整體上 似乎 會有方面 暫時處於 容易跌難升的地步 好 謝謝Stanley 這次時間又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 繼續問答環節 有些想問Stanley的話 快點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 104-566-ASK-BSTRON.COM 恒生指數這刻跌179點 20830點 內地方面也跌15點 最近2390點 上值指數跌0.6% 另外護心300指數跌18點 最近2608點 待會再談 我們去看 再次回到 午餐